錄製錄齊部分 首先錄製錄齊第一件事 你要先把 有一個功能打開 這個是隱藏的功能 本來是沒有存 沒有 那個東西是 你要必須在上面 出現一個叫開發人員 那你們現在應該沒有這個東西 開發人員 OK 要怎麼把這個東西打開 這個功能如果打開的話 等於就是說 你就會 多了很多能力出來 第一個請各位先把 1點擊上面下拉 就是一個箭頭 他會有個清單出現 2選取那個其他命令 其他命令裡面的話 選擇制定功能區 制定功能區裡面 請你往右邊看有個開發人員標籤 關鍵就在這裡 所以 制定功能區裡面的開發人員 這裡 打勾之後按確定 這樣的話呢 你的Excel裡面 就會出現開發人員 就出來了 OK 這第一個 如果你沒有開發人員 你後面就沒辦法做 寫VBA 錄製集 這些沒辦法做 所以第一個 你一定要先開啟 這個開發人員標 大概顧名思義 如果你已經打開開發人員 這個標籤 表示呢 你就邁向了 那個 成為開發人員的 意願 所以你現在 要有心理準備 你就是開發人員 開發人員就是可以做一些設計的工作 一般預設是沒有 因為一般人可能不需要 所以你要有心理準備 打開了 有點像開啟了一個那個 潘朵拉的盒子 你可能要 心理準備 不過我是覺得當然正面 他其實可以幫你做很多事 第一個呢 就是 他可以幫你錄製聚集 所謂的錄製聚集 顧名思義就是 把你之前做過任何動作 可以把它 變成 一個按鈕 你按下他 就會幫你repeat 重複 我們要怎麼做 首先第一個 你要先找到那個功能 他的功能很簡單 開發人員裡面的話 有個錄製聚集 你錄下 就有點他的功能有點像那個錄影一樣 按下就recode 然後再按一下就停止 recode 按下去就開始錄了 再按一下就停止 所以特別注意 如果你錄製之前 你一樣要做彩排 錄影一樣 你就是說 你要先確定 你要做的動作是不是正確 如果正確之後的話 你就開始錄製 所以我們先demo一下 怎麼做 你會亂錄 有些東西 不應該 他會變成說 他也會有 你做過任何動作 他也會再跑一次 OK 一 游標記得不要停在這裡 停在外面的地方 任何一個地方都可以 所以我們游標放在 一式儲存個以外的地方 所以因為要點一下 所以點他一下 一 二的話游標放上面 原來有公式不用刪掉 你只需要打勾就可以 他會幫你錄進去 這上面的公式 再點一下 這個 因為你要向下填滿 所以你就點兩下 這個 空點 向下整個填滿 這樣就錄完 第一個 第二個就把它刪掉 所以我們需要兩個功能 一個是 重複你剛剛的那個動作 錄一次 給我看 所以 一 我就按下錄製聚齊 這個聚齊名稱 就是將來你要顯示的 那個按鈕名稱 比如說叫什麼 那個講義裡面 好像取一個名稱叫做 什麼 手機 號碼串接 用這個名稱好了 好 你們可以用別的沒有關係 手機 號碼 串接 OK 那你用英文名稱 中英文都可以 好 按確定之後 接下來呢 你就開始是 那個 錄 錄集的模式了 所以呢 他按下確定之後的話 上面是停止錄製 有沒有 所以你 1 游標放 1 4 2 游標放上面資料編輯列 3 打個勾 4的話呢 就是游標再點 右下角這邊 快點兩下 好 做完了 4個動作 多的不要了 就這樣子 停止錄製 好 那第二個呢 是 游標再放外面 再錄製一個清除 因為我要把它清空嘛 所以我需要兩個按鈕 一個是 讓他 裡面就手機號碼全部顯示 第二個按鈕是手機號碼全部消失 那消失怎麼做 一 錄製聚集 你要知道 手機號 手機 我這邊的話 名稱 第二個 手機號碼清除 所以這邊的話 一樣我就取一個名稱叫 手機號碼 清除 OK 好 按確定 接下來一樣 游標先放在 14 那 記得 你就往下 整個選取 按 不過呢 以前你可能用滑鼠游標選 但是我不建議用滑鼠游標 因為你滑鼠游標選 他會一直錄很多 而且那個不太順 他會 跑得好像卡卡的 我是建議你可以用快速鍵 快速鍵呢 請記得 先按Ctrl鍵 再按Shift鍵 Ctrl是方向 Shift是選取 向下是向下選取 就是 從14以下全部幫我選起來 這樣就選好 Ctrl就是向下 真的效率很重要 一定要把快速鍵記起 我看很多人在那邊慢慢選 像之前有一個新聞很好笑 一個外國人他就是手一直按一直按一直按 他想知道Excel最下面一列 是哪一列 其實你Ctrl向下答案就出來了 他按了8小時都沒知道 1048576 我想說你Ctrl向下不就好了嗎 OK Ctrl就是方向 向下 就是最下面 所以你們等一下可以試試看 因為我現在錄製 按Delete Ctrl Shift向下 然後停止 清除了 所以你們試試看 其實你想要知道 這個邊界的最下面 Ctrl向下 他會停在103 如果你在Ctrl向下 他就會停在 65536 意思就是說 Excel裡面 最多可以 的比數是 65536比 不過我剛剛講1048576 特別說 因為我們 我們這一個檔案是XLS 是2003的 所以他最多是 6萬多 但是如果你今天是 你是2007以後的話 就100多萬 OK 那這邊的話呢 我們錄製完了 OK 剛剛這邊我已經 Ctrl Shift向下 然後Delete 最後的話呢 記得喔 如果你錄製完 停止了 那你就可以執行他 怎麼執行呢 你可以從那個 聚集 按下他 他會有清單 第一個 第二個就出現 那你可以 把它執行一下 執行他就向下填滿了 所以我來 Round一下 如果你剛剛 串接這個 沒問題的話 按執行 全部出來了 沒問題 再聚集清楚 執行 全部又清楚了 所以 如果你剛剛錄的動作 沒錯的話 應該就有這個 效果出現 其實你什麼事都沒做啦 他就幫你錄好了 我覺得這個應該是 Excel VBA 裡面有一個很大的特色 就是你不用寫 神士他會幫你寫 但是 這個是 有些是OK 但有些功能 不OK 也許 暫時可以解決 你部分重複性的功能 但是 有一些如果說 還是有一些複雜的工作 他沒辦法 很順利的錄製的話 一般我們習慣這樣 一半用錄的 一半用改的 就是 把錄製的東西 再跟VBA結合 就是自己在 看懂程式 並且做修改 這個我們常 比較常做 所以 聚集錄製 跟VBA的程式 轉型 兩方面其實都還蠻重要的 你不能只學一套 學一個其實等於沒學 OK 但是目前我們先知道如何錄製聚集 所以請各位先試著把那個錄製聚集 這個部分先做出來 但是你做完之後的話還有個問題 以後 如果要執行聚集的話 會有個問題 如果你將來 你做的東西要給別人用的話 那可能別人的電腦也許沒有開發人員 因為他不知道打開 對不對 所以他也沒辦法 所以怎麼辦呢 你可能需要兩個按鈕給他放旁邊 然後他就知道 按下去就可以 把它清除 那怎麼樣加按鈕在旁邊 記得在開發人員這個中間的地方有個插入 插入裡面有一個所謂的表單控制項 左上角這一個 就是一個按鈕 那如果說你今天希望設計兩個按鈕放旁邊的話 很簡單 一 選取這個按鈕 二呢 請你在十字的 左上的地方按住不要放 往右下拖拉 拖拉放開啦 你要多大多小 你自己決定 有個人喜歡大一點 大概這樣OK放開 然後他問你說 他對應到的 按下他要執行哪一個聚集啊 那我就這一個好了 那我建議順便你可以把這幾個字複製一下 為什麼要複製 按確定就知道 因為這邊字要改 按鈕一嘛 那你就把 剛剛你複製的東西 貼上 Ctrl V 就做一個 另外一個的話你可以再去 拖拉一下這邊一樣 把它拖拉一下 然後一樣手機 號碼清除複製 然後呢再把這邊按鈕點一下 貼上 好 這樣的話呢你就有清除 跟串接功能 這樣的話呢基本上 你的 這個 Excel看起來就會 比較不一樣 其實像 我之前有問過 有那個來上我的課 我問他說你為什麼來上這個課 他說我同事都按鈕 我一個都沒有 所以他其實是來學這個按鈕 所以他說我同事都很厲害 每個 那個工作上面都很多按鈕按 然後他一個都沒有 他覺得 很虛 所以 他覺得 所以在職場上面也是這樣 彼此之間互相競爭 像那個統一證券 那個公司也這樣 他們裡面 那個 HR經理也是跟我講說 因為 他們副總 別人的那個金貨公司都有找人去上類似這種課 他們公司沒有 所以他們也要比較 沒有他們就變成一定要 找 一定要有這種東西 所以請各位呢 就是 把這邊串接 練習一下 不過其實 這個寫完 你好像什麼 事都沒做 就錄製而已 那基本上他的程式 是放在Visual Basic裡面 所以 暫時我們可能待會再來看 時間其實不是很充裕 所以 這個要講 Visual Basic裡面其實就有模組 模組裡面其實他就寫在這裡 OK 當然這些東西能不能改 都可以改 可不可以自己寫 也可以自己寫 其實這就VDA 他長這樣子 所以老師您看到意思是說 他 我們用巨集的方式錄完之後 在這裡面去做我們比較的修改 對 沒有錯 就是VDA加巨集的功能 對對對 其實很多地方應用 有些地方不會寫就錄的 那某些會寫就寫完之後 再把它串在裡面就OK了 像我們 有個課程 可能比他今年抓網路上的資料 比如說網路上可能有100個網頁 你每天都複製貼上 到Excel的話 那可能浪費時間嘛 所以我們就是 錄製下載的這個功能 再做編修 然後可以讓他具備有 按下 一個按鍵 把網路上的 100個配列的資料 全部都讓你下載到Excel裡面 你才有辦法做後續 好不然你可能每天都複製貼到每天 有很多每天都盯 盯網頁上的東西 可是問題如果 你可以把這一連串的功能寫完的話 那以後你根本不用盯著 你就是 只要寫程式去 去 監控那些東西 自動 當某一個數字出現的時候 告訴你就好了 對不對 所以其實這種應用非常廣泛 自動去做監控 某一些網頁的數字出現的時候 再做一些後續的動作 就很多分析師啊 當然一定也要會這些功能 不然的話怎麼可能每天 有那麼多時間 就不可能請那些助理幫你做一些這種 事情吧 所以 未來可能需要是 助理是要自己把層次寫出來 不然的話你每天還要再教你助理做什麼事情 所以 如果你懂得VBA的話 你可以創造很多的可能性 就跟孫悟空72變一樣 你真的可以很多分身 而且只要電腦是開啟的狀態 他就會自己自動去執行 VBA裡面也有這種類似的功能 他可以當 每天的幾點幾分 幾秒 去做什麼事情 或者是說 每一段時間 比如說每一個小時 做一次什麼事情 比如說你要check某一個網頁 你可以 每一個小時check一次 每一個小時check一次 這個 ETALE裡面 的VBA是辦得到的 OK 當然他也可以通知你 用各種方式通知你 可能寄個mail給你 或者是什麼方式 這些呢 都是 已經很成熟的技術 那 請各位先試一下 那個錄製聚集的部分 我好想到 等我 我可以說 我先看你 我